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答疑环节 我们一起来看看问题啊 第一个是快住口别咬我 程老师你好 我个子比较矮 只有一米五多一点 最后总是用正手快速的发剧种过他头的球 导致我这些发球就特别的别扭 应该怎么办呢 我是认为这样的 其实身高不是最关键的 最关键是你看到他出球之后 你的后退的步法一定要第一时间的去侧身并不移动 去你的步法到位之后 你把极有点就可以拿到前点跟高点 并不是因为你的身材比较矮 我认为呢可能是他发球之后 你第一时间是后仰了 你后仰之后再后退你就很难受了 就像你所描述的 感觉特别的别扭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侧身没有移动 我觉得因为没有看视频嘛 只能这么的去表达 你看看是不是像我所说的那样 可以进行一下调整 就看了来球之后 第一时间侧身并不向后退 然后再打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广东漂泊十年 老师好 一般在后场掉斜线 然后对方呢 去回放往前 就是对方一个放往 导致自己接不到怎么办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掉对角之后 对方一个快速的放往前 可能质量比较高 他就接不到了 这个怎么办 其实这个应该是辩证的看 首先就是你这一排掉球质量怎么样 如果你这一排掉球质量不好 又高又慢 那对方很容易就判断到 直接上来高点的一个抢放或者抢错 那质量肯定好 那你就很难受 是不是 这是一个 然后再一个 就算你质量好的时候 你打完这一排之后 你的步法怎么调整的 很多时候我们讲 打完球的同时 要连贯下一排 步法要跟进 是吧 这样好上网才舒服 才顺利 那如果你这一排打完之后 重心在后面 还没回味 对方一放往 你肯定就很难受了 所以说它是有连贯的东西 一个是你掉球的节奏质量怎么样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步法 有没有跟进 这是两点 好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阿阳在惠州 程老师想问问 我杀球的时候 球不中 而且总会带一点切拍面 要怎么处理呀 这个很多 这个业余选手 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一个是调整我自己的握拍 看你的握拍是我正确 然后再你想想 你自己都知道 你是切拍面了 这是切拍面 那该怎么办呢 那你击球瞬间 手腕 我们叫内选吧 小臂内选 让你的拍面正过来 这样的话杀球才有力 你要是切的话就是砍了 所以你的球 一方面是没有球速不中 然后再一个球容易往左边跑 是不是 就打的落点跟你想的不一样了 所以说一方面 我要注意 拍面的调整 你可以先从挥拍开始调整 是吧 如果说老师打不好 老师打不好 可以先从挥拍开始练习 练习 练习这个动作 看看拍面是否正了 是吧 正了之后 你再去结合有球来打 对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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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